曾成薇 這一球抓第一球來攻擊 結果是一隻恰破比的安打 曾成薇到了二壘的壘包上 第三局的第二次打擊是遭到了三陣 前兩次的打擊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劍數 這時候啟用待打 真的是相當的成功 曾成薇掌握住這個比較偏高的球路 集成了反方向 就是在 六局下半上來代打的曾成薇 在第六局 來了一發二壘安打 前面的一個二壘安打 不過那一局最後還是功虧一虧 是 真是非常可惜 到了三壘得分打門口 對 真是過家門而不入啊 對 徐志軒其實他們有 然後網紅中的 這樣子的一個角度去做 小小的一個橫移 然後塞完內角之後再搭配比較外角的那種 所以就是 對於投手的配球還有引導這個方面 確實在今天是做得還不錯 自己任 投手下來的 沒有辦法說去突顯說 阿有時候是靠攻擊 阿自身的安打什麼 但是有時候往往 這個頭補搭配的 這個細節其實往往很多關鍵 就在於這個過程當中 好了 可是就差那麼一點啊 對 柳西龍的截球 第一時間 就處理掉了 對 兩人出局 尤其像 剛剛 接 接 接補這個楊翔的外角球 其實他剛好 左右兩隻腳剛好橫跨在一個打擊區 跟一個本類 這個位置 好 好 這個位置